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论中所提到的十分三面 这个十分三面实际上大家通过一笔或者数笔来表现出它的结构 比如说大家看我下笔过来一勾 现在就是十分三面 这就是石头的亮面 这就是石头的暗面 这就是石头的灰调子 我是靠线条和笔墨的不同形式来组合的 如果还是这笔 我们只是上了以后勾一个这个 它就不是十分三面 而它是个平面 所以看来变化笔墨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白是什么 白是光 是瘦光是阳面 黑是什么 黑是阴 阴是背光面 那么我们只有强调它的这个关系 我们才能把它体积表明 这是表现石头 作为传统中国画表现石头 为了表现这个概念 大家就开始 勾 开始勾 勾 村 村点 村擦的村 再勾 再村 然后 开始用线条罗列 把它的结构关系 开始勾它的石头的体积 和它的前后的凹凸变化 开始找它的明暗关系 用这种办法 画出了很多的石头 这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画 所表现的石头 这么画很好 它也是一种表现形式 它可以使大家来锻炼自己 刻画石头的这种能力 也有阴阳相背 后边还可以用弹幕来继续表现它的山峰 或者它的石头的暗面 这样做很好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法 我们为什么上了以后 非要先考虑它石头的轮廓呢 如果上了以后 我不画这个石头的轮廓 比如上了以后 我们就画了一块黑 这个黑现在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块黑墨 由于有了这块黑墨 才使我感觉出 它是石头的一个侧面 这个侧面是什么 这个侧面就是它的背光面 所以我才敢在它的旁边 加一个瘦光面 仿佛这块就是受光 这块就是背光 我才敢在这块黑墨旁边 大胆的夸张一下 加出一个边 这个边我表现 一块石面的结构 我再敢在旁边 又加了另外一块黑墨 来呼应这块中墨 然后再加另外一条线 来表现石头的另外一个面 这时候我发现 我这里面没有弹墨 可是按照传统中文化 这个弹墨一定要把重墨画完了 然后在里面再继续画弹墨的后面 我们能不能现在把这块弹墨 就直接在里面出现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用水去破这块墨 我一破 我把这块墨打开了 不仅有墨的线条的变化 而且还有墨的浓淡变化 由浓到淡 马上就觉得画面 水墨淋漓 下面我归纳刚才讲的内容 摆出两块墨 一块黑墨 大家一看 再摆出一块蛋 一块蛋 两块墨 这块黑墨和蛋墨之间 就是水分的不一样 现在两块墨根本没有行 珠墨找哪 首先一个我可以联系这两块墨 比如说我在这勾一条线 勾完这条线以后 我把这条线作为一块石头处理 这里边加点村擦 这就算连起来了 这连起来以后 正好是干湿浓淡都有的 然后这个的后面 我们需要有点重墨 来脱刚才这块石头 这么一脱中间这块白又被挤出来了 恰好又是一块石头的感觉 大家一看 这块石头仿佛就是有一个转折变化出去了 现在我可以勾这边 这边可以先从这儿勾起 不勾那边 勾一个石头的立面 这边正合适不勾了 可以把这个石头充实起来 勾一条线 为什么要勾一条线 因为这边有重墨 这条线可以画虚 可以画石根据您自己的需要 它表现快石头 画了以后马上觉得这两边都是亮的 怎么办 改 可以把这边的大墨画上来 破刚才这块 现在你就发现 这个画是在逐渐的变化当中进行 这边如果有线 我就索性让这边的线充实 这边让它少有 那么这边的线继续来 把这块可以连上了 刚才这块我没有处理 现在可以连上 然后为了 使这边的层次 有变化 我们可以 用点虚的笔触 在后边一画 这块山石就有了 为了让 后边连起来 也可以连过来 把它连过来 也可以 整个 画到这里 出一个完整的构图 也可以 都可以 但是这个黑白灰的对比关系 浓墨 非白 淡墨的这种 关系我们必须强调 积墨 积到这 不画了 这边就像这样 实的 虚的 淡 好 最后 拿淡墨 说为了构图需要 它又把这个远山画了一下 那不更好吗 就可以有意地成为一个感觉了 这就是浓淡墨的干湿变化 说为了整个画面需要 大家把下面加一个坡 这就说明有构图了 也可以的 这是中景 这是进景 那是远山 这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 画石头当中的一种思维 这种思维便于大家的绘画当中 灵活地去掌握和变化